女孩被校园恶霸死死掐住脖子 他被掐得直翻眼白喘不上气 他这么做 只是为了验证八秒内是否会晕过去 再次把女孩提起来 这次就验证一下 用力一击能否晕过去 恶霸斜笑着一拳打 上集讲到 加害者之一的高中班主任已经被解决掉 和道英这条大鱼也终于上钩 东恩正在窗边吃着饭团 一辆车开了过来 道英从车上下来看着里面 东恩自顾自吃着 道英走到他旁边再次搭话 东恩递给他一个饭团 道英微微一笑 平时不爱说话的他对东恩却能唯唯而谈 随即主动提出 以后一起下棋 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 在屏建筑公司和道英 东恩收下名片提醒他 下次多带钱 又拿走他手中的饭团 转身离去 浑身找不出一点破绽 道英直勾勾看着东恩时 一个相机正拍着他的表情 这时 东恩在楼上看着恶魔的喇叭 房东从身后经过 他经营着市民房地产中介 却以低于市场价格租给他房子 明明先前东恩还没成为教师 他却已经知道 老奶奶有表面那么简单吗 两人来到湖边碰面 大婶拿出相机拍摄的内容 上面是严真母亲和署长申英俊 两人每隔两周一起去见巫师 又分别坐一辆车离开 东恩指着男人 让大婶不要跟踪这个人 而大婶早就知道男人的身份 他现在是北部警察局的治安监 警局门前的牛股餐厅中 大婶挑了四家蹲点 东恩没发现他这么有天赋 大婶突然拿起相机 按下闪光灯 东恩思绪回到高中时期 医生帮自己拍摄满身的伤痕 舒展开紧皱的眉头 他主动要求继续 大婶拍下了面无表情的东恩 严真拿起一件红色的古石 这是义律刚出生时 奶奶给他买的第一件衣服 一出生就在罗马的义律 不会有使出吃奶的力气的事 衣服被严真扔到垃圾桶里 随即拨通了校长的电话 来到办公室 被告知东恩是理事长推荐的 他的资历也很丰富 东恩拿着剪刀来到义律旁边 粉色的樱花却被他流控出来 在义律眼中 那副樱花本就是透明的 东恩看到了门外的严真 突然他把拿着剪刀的手 拉在义律肩上 严真看到这一幕瞪大双眼 这是东恩无声的威胁 严真拿出一张白纸让他出嫁 即使都是些陈年往事 他不是要严真道歉 也不需要他的道歉 东恩拿出和义律的画作 有些人活在缺少色彩的世界里 严真震惊 他是怎么知道的 东恩只想要严真慢慢地枯萎凋谢 现在他还没正式出牌呢 在骏出门时 收到一个信封 里面装着一只和义律的牙刷 严真来到道英办公室 提出让义律出国留学 道英疑惑 他受什么刺激了 严真又另要求和金星太监见面 女儿患的班主任疯疯癫癫的 道英也好奇怎么回事 严真说不出具体原因 留下一点猛的道英 他来到母亲家 让申英俊好好查查闻东恩 在俊打电话过来 也被他挂掉 乌正在心理咨询室治疗着 医生提出 旅行或者换个环境 或许有帮助 洗手间里 大婶在一旁盯着会亭 等他转身时 迅速掉包了他的手机 黑车里大婶帅气地递给东恩手机 照着纸条的手势 顺利打开的手机 东恩提着大包来建理沙拉 他说出沙拉吸毒的事情 种类多瓶刺也多 他把包扔到地上 半个月的时间 用美金填满 沙拉剑被胁迫上前骂出声 公园里东恩主动约见乌正出来 他不知道乌正那段时间的遭遇 这次是为了道歉 乌正听出来 这又是告别 他鼓起勇气向东恩告白 东恩听到这话开心地笑了 乌正搞不懂他在笑什么 他解释自己感受到了幸福 东恩被孙明悟死死掐住脖子 他被掐得直翻眼白喘不上气 他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验证八秒内是否会晕过去 再次把东恩提起来 这次就验证一下 用力一击能否晕过去 孙明悟斜笑着一拳打去 回忆结束孙明悟来到东恩面前 他的纹身是终有一死的意思 东恩好奇他不遮住人身了 孙明悟摸着脖子又没人在意这东西 他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纹身被遮挡起来的意思 面对孙明悟的询问 东恩没有回答 东恩到他嘴边说出 让他瞪大双眼的名字 三兄罕见地聚集到一起 严真已经忘了 高中时期对东恩做过什么 在俊却突然想看望毅律 李莎拉抱怨 那么大的包 居然要装满美元 三个人在一起各说各的话 孙明悟已经开始要前行动 他先是来到旅行 设定了一张前往海深晚的机票 随后拿出手机打电话 崔慧婷 李莎拉 朴严真 何道英 全在俊 闻东恩全都接到了他的电话 这时他被某人直击脑门 鲜血溅出 东恩斯开了手臂的窗壳贴 孙明悟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双眼瞪大地没了气息 被盖住纹身的翼翅 我死了